欢迎你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周报 薄熙来的整体跟他妻子之间所牵涉的谋杀案 在这个礼拜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事件高峰 那么这个礼拜最主要的发展几乎都是外国媒体直接披露相关的讯息 路透社各是每日引用一个重大的消息 那么这次所参与的外国媒体都是非常重要的重量级的外国媒体 比如说美国的纽约时报他直接大概引述国务院内部的秘密讯息 显示当时我们以为王立军到美国的成都领事馆 是带着所谓的薄熙来当时打黑的一些可能没有顾及人权的证据 或者是博家一家贪腐的证据 事实上国务院最后证实所谓王立军到美国的领事馆所披露的资料 正是海伍德命案就是这次所牵涉的谋杀案的主要内容 就薄熙来的妻子以及薄熙来本人涉嫌英国商人的海伍德案 而英国的泰晤士报跟英国的BBC这些大的报纸 也都在最近一一披露消息 这些消息还包括了海伍德和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根本曾经同居于英国的南方一间乡间公寓里头 当时他的儿子在哈罗公学里头读书 那么两个人曾经有很密切的关系 他们引述当地的邻居的一些指证 那另外呢英国的泰晤士报跟BBC也特别提到 整体的整个谋杀事件呢 在王立军正式披露之后 英国政府才正式的施压要求北京调查 北京现在已经组成小组 那么这个小组呢到目前为止 在路透社每日一报的消息里头显示出来 可能涉嫌谋杀的不只是谷开来 还包括了张晓军 张晓军是谁呢 他是薄熙来 从一开始从政开始 薄家最重要的亲信 也是他随身的随父 大陆对薄熙来一案政治定调后 事件并没有因此落幕 他是王康 重庆商人 是近日西方媒体挖掘海武德死因的主要消息来源 自身和薄熙来有过往来 这几天都在自家接受采访 却罕见的没有遭到大陆官方干预 啊 太风景了 这里是位于重庆南岸区的立井酒店 王康也首次透露 这是英国商人海武德被杀害的第一现场 那个酒店我来去过 也并不特别的豪华 但是他的山水风光很好 比较亲近 倒是适合干这种事情 王康向海外多家媒体证实 海武德死亡非命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拼凑 薄熙来下台内幕慢慢清晰 因为涉及英国商人海武德的死因 近来英国媒体挖内幕可谓独领风骚 开武士报独家引述认识 谷开来的英国消息人士说 2001年谷开来陪儿子薄瓜瓜 在英国留学期间 曾与海武德在南部海滨城市 伯恩茅斯同居 共逐爱潮 两人不正常的关系还被邻居直击 这消息人士说 曾看到谷开来上楼梯时 被海武德从后面俏皮地掐了一下臀部 两人关系过分友好了 王康说谷开来沦落如此下场 都是因为嫁给了薄熙来这个政治怪物 消息人士说 薄熙来在外风花雪月 却不让谷开来有任何的正常感情 他变得多疑天职喜怒无常 最后一恋在英国长乡左右的海武德 谷开来甚至要求海武德离婚 尽管这段婚外情被海武德结束 但身兼博家海外事业白手套的身份 让两人关系剪不断离开乱 而香港苦报来自北京的消息说 谷开来患有骨癌已时日不多 并透露他自生病后时而风情患肿 时而性情苦怪 还爆出以人调情勾搭性滥交 英国每日电讯报则报道 海武德形容谷开来情绪不稳 举止像个过时的古代女皇 而且越来越怪异 但真的让谷开来对海武德有爱生恨思破脸的原因 使经济纠纷 海武德为博家转移资产要求过高的佣金 但谷开来不愿意给引发杀机 消息人士说 谷开来去年11月15号生日当天 邀海武德到立井酒店遗聚 并向被他提拔的重庆南岸区党委书记夏哲良 索取剧毒氢化钾 掺在酒里毒死了海武德 而这起命案最后的调查结果就落到王立军手上 王立军去专门见薄熙来 就把案情给他汇报 薄熙来听完之后 非常震惊 非常愤 然后他就请王立军出去 他自己两斤一下 他待半个小时 王立军再进去的时候 薄熙来就对他讲 就是这个事情太重要 我回去之后我要好好收拾这个 他的这个婆娘 他的妻子就滚开来 面对自己的左右手 掌握自己妻子外遇情杀的资料 薄熙来为了政治前途 最后选择站在对自己最有利的一边 薄熙来也认定了 这个海伍德就死在他妻子手上 他没回避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两天之后 二十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就是他召开常委会 免去这个王立军的公安局长职务 这个两天之内他跟古开来 他们夫妻俩做了什么交易 万一步掉下去 但是结果是 他们共同来面对 王立军 真是半君如半虎 组织翻脸不认人 王立军知道情况不妙 2月6号乔庄骗过了薄熙来的眼线 带着古开来毒死海伍德的证据 逃往成都美国领事馆 寻求政治庇护 纽约时报引述美方官员表示 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 原本同意给王立军协助 但华府方面认为 要把王立军弄出中国太过棘手 因此成都领事馆和黄其凡带来的武警对峙 一直等到大陆中央派人下来 王立军就直接被送往北京 干冒叛逃罪名 而薄熙来于死网破 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说 为掩饰古开来毒死海伍德的事实 在重庆除了王立军外 还有三名调查此案的公安遭到灭口 他们成都是薄熙来的心腹 而关于薄熙来涉贪的案情 海外媒体也领先大陆官方的调查进度 华尔街日报引述重庆官员说 薄熙来最骄傲的政绩 重庆森林 每年花上百亿人民币来种树 其实是黑目重重 重庆市新的领导城 更发起了清理薄熙来任内政府投资案 包括看似领先全国 却是举债无度的保障房工程 这不但将成为薄熙来贪污的铁证 更是中央对重庆模式的政治斗争 亚洲周刊也披露北京以派员赴香港 调查薄谷两家海外的庞大资产 势必牵连两个红色革命四家 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 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 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相较于大陆媒体在政治定调后 一律竞争 海外媒体几乎是每日一报 显然中国政坛内部有很多人 以各种形式对外放话 出口转内销揭入案情 内部权力斗争 达到西方媒体上去 似乎也在倒逼着 行硕中国国内的舆论走向和政治气氛